那你台湾现在已经是高品质的等号了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产品是剪刀 人人都会用到 家里面几乎都有 但是剪刀有不同的等级 这种剪刀被视为是剪刀界中的LV 是顶级的精品 它的设计跟制造全部出自台湾 一把这个最高等级的剪刀呢 要价将近四万块钱 它有什么特别 连防弹背心 连电缆线都能够一下子剪断 这也让美国太空总署 NASA跟波音公司呢 都特别要指定使用 今天的晚报封面故事 我们就来看这个台湾的荣耀 一刀剪下整齐利落 防弹背心就这样轻轻松松一剪就断 还有这个电工界第一把电缆剪刀 畅销欧洲连弱小的女生 都能把又粗又硬的电缆线剪断 让人忍不住几乎 杰克就真是太神奇了 这个是世界首创的一个设计 那只有我们我们自己起开发设计出来的 那也得了一幅2010的设计奖 堪称剪刀界的LV必须用钻石磨制 刀片材质是高坦不锈钢 保持锐利度和耐用性 甚至提供客制化的刻字 一把剪刀就要39,800元 世界知名的剪刀 连NASA破印都指定要用 工程师强调 这些剪刀全都Made in Taiwan 第一次用新加坡裁缝老师傅就赞不绝口 原来金瓶剪刀不会卡在指头关节 也改善失利点 完全符合人体工学 让裁缝师不再满手长剪 是传统的剪刀 它剪这种厚的是剪不下去的 那用我们的很轻松的就可以剪断 厚厚的布防弹背心甚至电缆线 台湾制金瓶剪刀全都剪得断 MIT果然名不虚传 中日新闻杨生中李正华 罗佩玉陆一台北采访报道